哈喽大家好 我是演员程毅 别再执着了 下载优苦国际版APP 看沉香如蟹吧 用你们的语言打开沉香如蟹 和我一起沉浸时追剧吧 极度行军 极度行军 你不是要揭露真相吗 为何都不敢引真面目视人 逆贼自投罗网 倒是省了吴的事了 悬香 你既用傀儡术蒙骗三界 我们亦可用此术来揭穿你的假面 极度行军 极度行军 众仙皆知 帝尊西年 曾经割肉未应 留下了心悦疤痕 宦亲 你可敢退一验身 你所做的一切 是因为帝尊 当初为赐你帝君之位 所以才怀恨在心 我为天庭九死一生 他却用区区一块百炼钢 就把我给打发了 我把这百炼钢 做成妖中剑藏于妖内 就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 不忘昨日之耻 修罗族的大祭司灵将 已将你的所作所为和盘托出 作为戏作 他这么对你 没错过 原来他真的是嫉妒心军 我们竟被骗了这么多年 过去你我并肩作战的兄弟情 究竟是真是假 我虽然恨天地不公 却从未恨过你 不然仙魔大战 便不会单单放过你的仙灵 甚至故意置你目盲 送你离开战场 我本已得到天地之位 本不愿再生是非 若不是你非要调查 把仙魔大战疑点逼我出手 哪怕就是为了这只手 我也不会伤你分毫 当年仙魔大战 是朔华用傀儡术假扮我而挑起 与他勾结的人就是你 你的傀儡术也是他所受 只可惜他最终被你利用 以我的身份死在了战场上 昔日的东海龙王 也是你的人 你为了让他坐上龙尊之位 不惜灭我九七一族 而九七 一直以来对你们是忠心耿耿 从不参与纷争 我师父北民仙君 也是咸云夜鹤之人 而你却把他的忠心 当成你的棋子 不错 以吴的身份 诸多事情不便亲自前去 九七对天地忠心耿耿 而吴是需要一个对吴 唯命是从的水族之手 云末 你可知道九七一族 是如何惨死的 吴派他们去对抗修罗大军 待他们死战多日 然后再派龙族过去 假装玉符求助 骗得回湖 待到他们一入山谷 便被杀个干干净净净 如此雕虫小祭他们能性 并非你足够身谋远虑 而是他们秉性善良 一腔孤勇 还亲 吴必太过自负 我早晚杀了你